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Best Match 不專業開箱 今期就是十月頭的雷雷PVC 玩具情報第二集 不知道大家看了第一集嗎? 如果還未看的話 記得快點去看第一集 正如上期所說 要講的雷雷實在有太多了 所以都要分開幾集來跟大家說 如果是喜歡雷雷情報的師兄 記得一定要Like、留言和Share影片出去 可以的話 記得Follow我的IG 大家都知道雷雷情報不易整 而且又經常被YouTube黃標 所以你們的支持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麻煩大家多多支持 不說那麼多 我們立即開始這個十月頭的雷雷PVC 玩具情報第二集 我們今期第一集看的雷雷是由 Midos 推出的 碧藍航線艾格尼斯攜式慶典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999 元 今番匯率轉為1,098 元港幣 這隻公仔是1.7 比例 全高190mm 就會在明年25年2月就會推出 Midos 這間廠商是一間內地的品牌廠商 之前也推出過很多雷雷 不過我真的不太適合我口味 所以一直都沒有買 另外網上評價 也有些師兄說做工一般 有些師兄說去讀樓廠 實際上我的水準是怎樣就很難去界定 因為我自己沒有入過這間廠商的雷雷PVC 因為真的去出的雷雷不是太適合我口味 今次推出的艾格尼斯其實是一個系列 早在之前這一個廠商已經推出了兩隻都是這系列的碧南航線雷雷 分別是一隻就是可惟 一隻就是大鳳 今次推出的艾格尼斯可以做一個組合 可以將這三隻雷雷拼在一起 先說回這隻雷雷 說這隻雷雷不得了 還有片題 這隻雷雷也是一樣碧南航線的大IP 基本上有玩碧南航線的對這隻艾格尼斯應該都不陌生 雷雷的造型相當好看 坐在椅上穿著一件晚禮服 空前亦相當偉大 極度大波 仰望上去都是正正常常 至少不是怎樣斌 頭髮亦算是OK 基本的都算有做足 未去到一坨東西的地步 但又未去到很細緻 也算合格水準 整隻雷雷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身材 因為真的很大波 腳的下半身就是穿著黑絲紋 整隻雷坐在這裡拿著杯酒 也挺有霸氣 如果你本身有買到之前的可惠和大鳳的話 今次這隻雷雷你也很需要 因為你配合在一起就可以組合三人的完整版 放在一起應該很震撼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買過之前的可惠和大鳳 不知道你們覺得做工是怎樣 如果有買到的師兄也歡迎你留言說一說 這隻雷雷我個人覺得都算OK 挺正的 價錢方面都不是很貴 一千頭左右就有交易 都算是可以接受的地步 唯一最大問題就是 不知道那個廠商的造工 是否真的好像網上那樣說 是一間獨樓廠 但是看官豪 真的挺正的 挺吸引的 雖然這隻雷雷就沒有其他配件 但是勝在他的造型也算不錯 而且也可以和之前出的可惠和大鳳做一個組合聯動 所以整體來說我個人覺得 看官豪的話 都是一隻挺正的雷雷 推薦星數暫時給他三顆新鮮 如果大家有興趣 喜歡這隻艾格尼斯 或者迫南韓線粉絲 你有買到之前的大鳳和可惠的話 今次這隻艾格尼斯 你都不可以錯過了 都可以買了 接著我們第二隻看的雷雷 亦都是由MIFOS 推出的 明日方舟W 禮服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599元人仔 今次匯率轉為港幣 即658元港幣 公仔1比7比例 全高185mm 在下年2月5年3月就會推出 廠商剛才已經說過了 不用時間再重複 直接來說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如果訂的話 有一個雅加力膠牌的掛件特典 大家買的時候記得要留意 明日方舟這隻遊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這間廠商之前都打算推出一個企劃 直接把插畫裡面的角色 一次過推出了雷雷PVC 其實他之前已經推出過幾款 你看這手版維基也有寫出來 今次推出這個W 禮服版本 這隻W 禮服版本也有把桌子提供給你的 在模擬中捉緊這個國際象棋 雷雷面上看上去也 看官豪都算是OK 亦都一樣 穿著一件好似晚禮服的裝束打扮 背部可以看到背肌紋理 質疑也可以看到一點 後面亦有一條尾巴 下身亦都是穿著這些黑絲襪 可惜就不是那些真的絲襪 有一點可惜 整隻雷雷看上去的樣子也算是OK 但我個人覺得 不是太有看頭 只有背肌和質疑給你看 這個就看你本身對明日方舟有沒有愛 整隻雷雷的造型賣相 我個人覺得就算是一般般 因為又不是很性感 比起剛才那隻碧南航線 他的身材真的差一點 沒有那麼豐滿 不過我看上去也算是OK 正正常上的一隻雷雷 最重要的是他的價錢不貴 只需要650多元 老實說這個價錢有一隻雷雷 我個人覺得 都已經可以接受了 所以如果是明日方舟的粉絲 或者喜歡這隻W的話絕對可以想一想 推薦星數都可以給他3.5星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價錢真的便宜 不過大家都要留意 他廠商始終都不太清楚 實力去到哪 所以大家入手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留意 這間廠商 到底造工是怎樣 但是如果有愛的話 以他這個定價來說 我個人覺得 都可以博一博的 我們第三隻看的雷雷是由阿瑪庫尼推出的 蘇菲的煉金工房 不思義書的煉金術士 蘇菲 洛伊恩遼拉 水雀版本 官方定價 要19,800日元 金番匯率轉回港幣 即是1031港幣 這隻公仔1比7比例 全高250mm 在下年25年7月 就會推出 阿瑪庫尼這間廠商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開箱過他之前推出的名圖武裝 整體上給我的感覺是做得不錯 看回網上師兄對這間廠商的評價都是正面居多 這次推出了這隻蘇菲 網上他的造工也不錯 頭髮也做得挺細緻 線條也挺多 公仔面上是一個斜視的眼神 身上穿著一件近身的泳衣 這件泳衣上也有把腹肌、紋理和肚臍 也有做到出來 穿著那件外套也有把那些摺痕還原出來 下身有做到一些屁股肉 以及一條很長的 裸腿 看上去就比較普普通通的一隻雷雷PVC 又不是什麼太大的 性感雷雷 因為公仔雖然是有點空的 但又不是特別大的地步 事業線也不是那些很誇張、很深的雷雷 整體看上去就 真的是一隻比較平平無奇的雷雷PVC 主要考驗你自己對這隻蘇菲有多少的愛 公仔就比較一般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賣點 因為這些泳衣的雷雷PVC 真的見得多 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東西 就真的很難 觸動到我會走去買 看上去就叫中規中矩 暫時推薦升數都給他兩顆星 就看你自己本身對這隻蘇菲有多少的愛 因為他連特點的效果都沒有做出來 那就有一點可惜了 所以這隻雷雷建議你是蘇菲粉絲才好買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個人都不太建議你買這隻雷雷 主要就是因為 這隻雷雷是造型上沒有什麼太大賣點 不關我廠商的事 純粹是他造型上的設計問題 所以我自己就看看這隻 推薦升數剛才也說了 就暫時給他兩顆星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看的雷雷 就是由Anyplus 推出的暖想換裝娃娃 喜多川海夢洋娃娃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22000日元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 即1145港幣 公仔1比7比例 全高115mm 在下年25年9月就會推出 大家留意這隻雷雷有一個特典 但還未公佈是什麼 大家如果有興趣訂購就要留意一下 Anyplus這間廠商 我看回他推出的雷雷PVC 我一直都沒有買過 因為他推出的雷雷又是那些 很不適合我口味 所以我真的買不到 他推出的雷雷PVC 不過看回他網上評價 其實也不是很好的 也是負面居多 我直接這樣說 所以對這間廠商 可能大家就要看清楚一點 說回這隻雷雷 喜多川海夢不用我介紹 大家都知道他屈水 這次推出了羊娃娃版本 我個人覺得比較算是 性感內衣版本 好像比較貼切 看上去現在突然發現 他的唇膏 唇膏的唇膏 會不會塗得太 太紅的 我覺得他的唇膏 我覺得他的唇膏 製得太大 唇膏 製得太紅 感覺上有點怪 不過不在唇膏的話 其實只看身材 都相當之正 一個躺在這裡的姿勢 基本上胸部和屁股都可以看到 穿著這些 我都不清楚 這些算是馬甲 還是胸圍 不知道是否稱得上胸圍的物體 看上去整隻雷雷都挺性感的 當然如果是抹大大腿 當然更加之好 因為他的直腿 舉得太高 變成胸的位置 其實是遮住了一點 有少少要靠高炒才能看到他的胸 那就有點可惜了 整體看上去他的造型 也算是挺吸引 挺正的 不過由於他的動作關係 所以其實也有少少是角度限定 我覺得他的嘴巴真的太大和太紅了 如果可以小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鮮艷的嘴唇 我個人覺得出來的效果就會好一點 還有他的胸圍 我叫做胸圍的物體 可以做得再短一點 胸圍做得更大一點 這樣就真的是完美了 可惜他沒有做到 但我看上去也算正正常上這樣 價錢方面 1100多元的話 也算是一個正常可以接受的價位 不過由於他的廠商評價 就真的太過一般 所以大家入手的時候 可能就要想清楚 看你自己本身對喜多川這個角色 夠不夠愛 雖然我自己都有些興趣入手 但看完網上師兄的評價之後 我可能都會等驗貨 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始終他廠商的造工 本身不是很好 再加上這隻的嘴唇 我個人覺得就真的差一點 所以這隻我推薦星數暫時都是給兩顆星 因為真的很難給得太高 因為不知道他最後出來的成品是怎樣 再觀望一下 如果你是喜多川粉絲的死中的話 你也可以想一想 之後我們第五隻看的雷雷 也是由Anipas 推出的 阿托尼 我自愛的時光阿托尼 官方定價就要24500日元 金返回率轉為港位 即1275港元 這隻公仔就1比7比例 全高200mm 就在下年25年9月的時候 就會推出 廠商剛才都說了 不浪費時間重複 直接來看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第一眼望上去你已經知道了 就是一隻比較右癡向的雷雷 無論是面相 身材 你都看得出他根本是一個很有恥的雷雷 頭髮做工望上去都算是正常水準 不是說一批東西 但也未能稱得上是很細緻的地步 雷雷的身材基本上就沒有東西看 平空那麼仔 衣著打扮就是穿著一條長裙 接肯紋理也有做到一些飄逸的動感 如果低炒的話 相信都可以看到他裙底的春光 應該也有做到穿著底褲 你都不用知道有什麼看得到 看上去都是一隻很標準的右齒向雷雷 性感就清不上 但給人一種感覺就有一點清純的感覺 看上去都叫正常上的雷雷 亦都是一樣 沒有任何配件給你玩的 單純就是固定的樣子 考驗你自己本身對這個雷雷有沒有愛 價錢方面1200多元 其實我個人覺得CP值都算是比較低的 第一始終廠商剛才都說了 評價不是特別好的 第二就是他真的沒有什麼太大 雀眼的地方 即是沒有吸引點的地方 單純就是一個幼齒的雷雷 穿著一條白色長裙 就是一個向後挨的姿勢 1200多元我個人覺得就 一般的 真的不是太值這個價 所以除非你本身對這個阿托尼是超有愛 如果不是的話 個人都不太建議入手 即是無論他的造型 或者廠商的造工 都不太行 我個人覺得 沒有什麼吸引到人的地方 所以這隻雷雷暫時推薦星數 給著一顆星 再觀望一下 除非你是很有志向的師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就算是有志向的師兄 我個人都不太建議入手 因為你喜歡有志向的雷雷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選擇 不一定說一定要買這隻雷雷 建議就真的看看船 除非你本身對這個角色很有愛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UC廠的雷雷 同大家看的就是由UC廠推出的維奧 官方定價就要27500日元 金花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1431港幣 這隻公仔全高是240mm 在下年25年6月的時候就會推出 這隻雷雷的造型都挺正式的 在臉上方面 我自己有點不喜歡 他的臉就做得有點baby fat 雖然雖然是邪士 但是做得有點無神的感覺 不過他的胸部有做到特點效果 這一點都相當抵賺 造型方面他的露出度也挺高的 你會看到中門是大開的 可以看到他的乳溝 土持的紋利也有做到 裙子也遮住了下身 這裏就有點可惜 如果裙子可以做短一點 可以看到他的內褲 或者看到他的底褲 這樣就會性感得很多 配件方面他也有提供一張椅子 可以讓你坐上去 整體上來說 造工方面就算正正常常 因為UC廠大家有看過開箱的都知道他有什麼了 UC廠的造工 算是蝙蝠的機會都很大 八九成的機會都是蝙蝠 所以UC廠個人就不太推薦他訂 就算有餓的話 可能等現貨也會比較好 因為UC廠的雷雷 多數機會都是跌價居多 所以這隻雷雷的推薦星數 暫時都是給兩顆星數 抵贊的地方就是 他空那裏有做到特點的效果 以及公仔的露出度夠大 可惜的就是他價錢1400多元 他沒有做到有其他配件給你玩 亦都不能說露點 沒有做到這兩點 老實說我個人覺得就不太行 再加上他本身UC廠的造工又不是很好 所以收我1400多元 我就真的不太接受到 這個就暫時 給兩顆星數 除非你特別好有外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是想入手的話 建議都是等現貨 跌價才再買 就會比較划算 即是叫CP值高一點 下一個看的亦都是由UC廠推出的 我推的孩子 有馬街內貓女瀑版本 我們今次看的就是這個限定版 官方定價就要21,450日元 更回率轉為港幣 即是1,115 這隻公仔就1比6比例 會在下年25年5月的時候就會推出 UC廠剛才已經說過了 不浪費時間說了 我推的孩子這套那麼出名的作品 都不需要我多介紹 大家都知道 這隻女女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大家看到的限定版 還有一個就是普通版 價錢是一樣 普通版的話 面上就是抹大口的一個表情 限定版就是一個微笑的表情 看你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表情 講一講這隻女女的造型 有什麼你叫貓女瀑 頭上就帶著貓椅 造型方面就是穿著一件女瀑裝束 整體上來說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亮點 公仔就是我最怕的單腳站 如果站得久的話 我真的很怕會斷 而且這隻女女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東西給你看 因為她的衣著打扮都穿得很密實 雖然是女瀑裝束 但你會看到 她的胸是遮蓋的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波露給你看 唯一有得看的可能就是裙底的春光 但我想 你也不用期待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給你看 整隻女女看上去就叫正正常常 接下文里亞這些地方細節位 她是有做到的 單純如果有興趣想入手的話 就看你自己想要哪一個的表情 UC廠的話我建議 都是等現貨跌價才再買會更好 雖然價錢來講 1100多元就不算很貴 但UC廠的話 它的造工就真的 我都舔過很多次了 所以對這間廠商 我一律貫徹之後的態度 都是等現貨 所以這隻雷雷就算看得對的話 我個人都建議你可能等現貨就會好一點 除非你是超級死中 我沒有話可說 這隻雷雷的推薦星數暫時都是給兩顆星數 因為就這樣看的話 造型就叫正正常常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地方 因為本身是貓女博的裝束打扮 我很難就要求她一定要露空 即是叫中規中矩 不算有什麼大問題 但又未到很出色的地步 所以個人都是推薦想買的話 都是等現貨跌價才再買 就會好一點 但你對於我個人來說 由於就真的太普通 沒有什麼亮點 所以我自己就看看算了 看完UC廠之後 我們下一個看的廠商就是GOODSMIO 我們要看的又是這個我推的鞋子 有馬街內 官方定價就要17,600日元 跟回率轉為港幣即是915港幣 這隻公仔是1比6比例 全高260mm 在下年25年10月就會推出 撞鬼落連續兩隻都是這隻有馬街內 這隻雷雷不是貓女服打扮 這次是比較秋天氣色的打扮 上身穿著一件襯衫 下身穿著一件短裙 這隻雷雷看上去其實也是一個走可愛風的雷雷 看你自己本身對這個我推的鞋子 或者對這個有馬街內 有多少的愛 給我一種感覺 其實GOODSMIO的造工 我自己覺得就是比UC廠就會好一點 所以如果要選擇的話 我個人比較推薦 這隻就可能比剛才UC廠那隻 不過剛才UC廠那隻 就是貓女服的裝束打扮 很難選擇的 可能有些師兄是 女服控的 可能就會比較喜歡剛才那隻 其實兩隻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差不多 沒有什麼太大分別 因為對於我個人來說 這些比較卡通可愛風的女女 就真的不是太吸引到我 這隻女女除了穿短裙之外 有一條腿給你看一下之外 也沒有什麼特別吸引到我的地方 所以我就看看算了 這隻 推薦勝數也是一樣 都是給兩顆升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太大賣點 唯一贏的地方就是價錢便宜 900多元 1000元也不用 這個定價方面就算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始終都是那句 沒有配件給你玩 也沒有什麼看頭 所以推薦勝數 真的不會太高 第九隻看的雷雷 就是由各村推出的 狼乳新香料 黑羅玉衣美人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2098億元 金花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1093元港幣 這隻公仔是1比7比例 全高40mm 在下年25年3月 就會推出 國村這間廠商 老實說 我看它推出的雷雷PVC 我真的一隻都沒有買過 因為它的雷雷PVC 真的不是太適合我口味 而且看網上的師兄評價 對這間廠商的評價 也不是很好 叫二線尾的水樽左右 這次推出這隻黑羅玉衣美人版本 一個躺在這裡的姿勢 露出度相當高 雖然穿著一個玉衣 但基本上你會看到 上身的部份和下身的腿 有很大的露出度 可惜的就是 胸部被衣服和頭髮遮住了 但肌膚露出了很多 一個躺在這裡的姿勢 相當性感 只不過有些不滿意的就是 它的面相 衣氣彭牙 弄到面相就好像不太合 如果換回一個害羞的表情 出來的效果就應該會好很多 整隻公仔看上去的造型賣相 真的都算挺成感的 因為露出度很大 腿也有 胸也有 也算是有些東西給你看一下 價錢方面1093元 以它的定價來說 其實也不算是很貴 現在大家都知道雷雷PVC 肉下1000-2000元起跳 所以它1000頭就有交易 這個價錢也算是比較親民 推薦升數暫時給它2.5顆升 如果本身是這套作品的忠實粉絲 或者喜歡這隻雷雷的話 絕對是可以想一想的 但如果本身你沒有看過這個作品 而且又不是太吸引到你的話 真是看看算了 接著我們下一隻看的雷雷也是由國穿推出的 Overload 瓦兒貝德 圈禮和服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34,650日元 跟回率轉為港幣 即1812港幣 這隻公仔是1比7比例 全高270mm 就會在下年25年3月推出 國穿這間廠商剛才也說了 不用時間再說 Overload 瓦兒貝德相信都無人不識 應該大家都很熟悉這個角色 直接來看看這隻雷雷的造型賣相 這隻雷雷的造型老實說是挺正的 一身穿著和服的打扮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露出度 上身即是北半球 基本上由空至肩膀 是露出來的 腿亦有些東西給你看 抹大腳的一個姿勢 背面坐的位置亦有做到一些蜘蛛網的效果 最標誌性的那雙大翼亦有做到出來 但這隻雷雷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是甚麼呢 就是它的樣子做得太過崩 基本上你就這樣看面相 你很難認得出這一個是瓦兒貝德 是很怪的一個面相 完全直接這樣說 其實是做崩了 她的樣子根本就是沒有一塊像瓦兒貝德 看上去是極度之怪的 可惜的就是她下半身做得很好 頭以下的地方做得很好 面相就真的太崩了 所以這隻雷雷就真的靠外發電 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瓦兒貝德的死宗 價錢方面要一千八百多元 老實說以她的配置 和她的面相來說 我個人覺得就真的不是太值 暫時推薦星數我真是比一顆星去 主要就是她的面相做得太過崩了 雖然她的身材的確是不錯 而且她的露出度也很大 但是她的面相崩就真的是 很難 連看都看不下 這一點就真的很可惜 不知道整個傢伙有沒有看過Overload 連我面相都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搞不定 這隻雷雷就剛才也說了一顆星 主要是她的面相做得太崩了 完全不像瓦兒貝德 內容方面也沒有其他配件給你玩 不能說露點可以脫 或者其他的替換配件給你玩 這一點也都相當可惜 唯一值得賺的地方就是她的造型方面 即是頭以下的地方 是做得挺正、挺性感的 但是始終她的樣子一斌 就真是挺好身材都救不到 第十一隻看的雷雷也是由各村推出的Overload 希斯大爾塔10周年紀念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25850日元 跟回率轉為港幣即1351港幣 公仔一比百比例全高216mm 在下年25年8月就會推出 一樣是各村出版 又是Overload的角色 這次這隻希斯老實說 妄想它的造型 就真的不是太吸引 主要是穿著整副的武裝 所以整隻東西 真的沒有什麼看頭 你完全看不到它有什麼皮膚的露出度 除了樣子之外 公仔真的很規格向 整隻公仔要講身材的又沒有身材 要腿又沒有腿 露出度又低 基本上如果真是以體女角度出發 這隻簡直是可以Pass 這次其實我都是拿出來叫Aha位 就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看你自己本身對這個希斯 或者對Overload這套作品有多少的愛 如果本身你是四中的話 你絕對可以想一想 價錢方面1300多元 其實都不是很划算 老實說1300多元買一隻女兒回來 所以整體來說你不是四中的話就真的不要碰他 推薦升數 我覺得這隻比剛才的阿兒貝德更慘 即是剛才的阿兒貝德 有些東西給你看看 有條腿或者有個北半球給你看看 這個包到默默實實 什麼都沒得你看 這個真是比0.5升 真是比好低 主要就是價不便宜 露出到直接沒有 所以不是死中的話 真是直接可以 skip過 連看都不用看 看完國穿之後 我們就提一家內地的品牌 就是Ansel Toys 推出的 無法建立男女友誼 類型的女友們 官方定價 就要16500億元 金花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862元港幣 這隻公仔就1比6比例全高150mm 就在下年25年6月的時候就會推出 大家留意有一個掛畫特典 大家訂購或買的時候就留意一下 Ansel Toys這間廠商之前也有介紹過 它是一間內地的品牌廠商 也是近這幾年才開始出這個女女PVC 早期的評價很多師兄都說是比較差 但是近一兩年不知道有沒有進步 因為都不見有師兄就分享過去的造工去到什麼水準 之前也有介紹過她的結他妹妹和一隻星9老師的練功房 我亦都訂了 等年尾到貨再跟大家開箱 看看這間廠商的造工實力去到什麼水準 繼續說回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的定價其實都挺便宜的 老實說862元和1000元都不用 這隻雷雷的造型亦都很性感 穿著一個泳裝的打扮 身材亦夠豐滿 亦都有提供了一個替換件給你 穿著的這條牛仔褲 你不穿想脫掉亦都沒有問題 基本上你會見到腹部的線條 肚瓷孔 雨後這些東西亦都做得有還原 穿著這條褲就這樣看 就好像沒有穿內褲 公仔的表情亦都頗自然 看上去都頗吸引頗正 質疑的紋理 背肌屁有這些 這些摺痕 也有還原度 以價錢來說 他有這些造工 再加上可以脫下牛仔褲 已經可以說是抵賺 起碼有多一個外觀變化 再加上這隻雷雷的造型 賣相亦都相當有看頭 露出度亦都夠大 所以對於這隻雷雷推薦升數 我都比4顆升 我對他的推薦都頗高 希望這間廠商不要炒車 只要他維持到一個很好的造工水準 我相信這間廠商 應該都會開始受到更多人的關注 當然如果他肯做到18禁的雷雷PVC 更加之好 可惜的是這間廠商暫時 仍然以全年齡向的雷雷PVC為主 所以如果要出18禁的話 不知遲會否轉行 不過先說回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我個人都頗推薦入手 主要是造型夠漂亮 而且有多一個替換的外觀 再加上價錢又便宜 綜合幾樣東西來說 除了是廠商實力未知之外 基本上都可以說是無可挑剔 所以我個人都幾推薦大家有愛的話 看對了 絕對可以入手 這隻雷雷如無意外我都會訂的 到時等下年出貨再跟大家開箱分享一下 接著我們下一個看的雷雷亦都是由 Nsor Toys 推出的 Sayuri 乳牛版本 官方定價就要10900日元 今回率轉為港幣即570港幣 這隻雷雷是1比7比例全高245mm 在下年25年5月的時候就會推出 這隻雷雷的廠商剛才都已經介紹過 不浪費時間再重複 這次推出的雷雷是以一個乳牛版本推出的 造型賣相相當吸引 雖然這隻雷雷就沒有任何的配件 或者是替換件給你的 但這個造型已經相當煞食 你完全可以看得出這隻雷雷的空前有多偉大 雖然這隻雷雷就戴著口罩 但眼神方面都算是做得正常 空方面亦有做到一些雨雲的效果 你會見到旁邊有少少粉紅色的人 這些地方都有還原 腹部的線條紋尼和土糍洞這些位置 亦有做到 這件衣服的接衡亦沒有胸膚 亦有盡力地還原 屁股這裏也會見到 腰部的背肌亦有 屁股這裏就少了一些屁股的接衡 不過膝蓋這些位置亦有還原 有做到陰影的效果 整隻雷雷唯一最擔心的就是單腳棋 這一點 如果用雙腳棋 你相信會比較放心 頭髮造工也算是正正常常 算是細緻 整隻公仔的CP值都算高 500多元可以做到這樣的水準 而且造型賣相亦不差 雖然沒有任何配件給你玩 但是整體上來講 它的造型的確是夠煞食 當然如果可以做到露點 除了它 或者有多些配件 甚至乎有多一個外觀變化 更加之好 甚至乎它可以做到除了口罩 可惜的是它沒有另一個替換面上 這一點就有些可惜 不過整體來說 570元這個價錢 可以做到這樣的水準 我個人覺得都算是沒有投訴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雷雷PVC 你找一個低於800元 都很稀有 除了在一些內地廠商之外 基本上你是很難找到的 所以這個價位我是接受的 推薦升數都去到四顆星 如果大家看對了有愛的話 絕對可以想一想 只要這間廠商不是做得太壞的話 基本上這隻賣回來直接放 或者做一個 展示的話 都是一個頗好的選擇 這次10月頭的雷雷PVC玩具情報 第2集大致上就來到這裏 不知道大家又會想訂哪一隻雷雷呢 對於我個人來說 Anson Toys的兩隻雷雷可以玩必訂 主要是價錢便宜 以及造型賣相亦是不錯的 頗值得一訂 至於另外那些比較有興趣的 分別有艾格尼斯 以及喜多川海夢 這兩隻雷雷我都有點興趣 但到現在都還在留意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這兩隻雷雷呢 都是那句 留言談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裏 最後都特別多謝大力支持我的頻道會員 喜歡這條影片的 亦都不妨訂閱 Like和Share 影片出去 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